第四百章之宝 那一角残盘十分惊人 配合六种宝树 竟演化六道轮回 一颗又一颗大星在轮回中生灭不息 这种景象震撼人心 所以人都跟木雕泥塑似的 混沌气翻涌 神秘男子与十号被淹没当中 没有人认为重伤的十号能幸免 多半要被擒走 人们相信十号自身足够强大 在这里可与任何人决战 哪怕是月蝉仙子等亲自出手也擒不住他 可是 这神秘男子掌握有混沌法器 这根本不是人力所能对抗的 连玉石都被斩了 归回味最本源的规则 还有谁可敌 现在这种情况 谁遇上神宴中的男子都得败亡 真要拼命的话有死无生 没有一点悬念 轰 混沌汹涌 犹若山洪爆发 茫茫无际 所有人皆震颤 连尊者都惊悚了 纷纷倒退 不敢再再去争夺那些神道应景 除却月蝉仙子 还有魔女在出手外 其他人都退开了 脸色苍白 这那脚迫的盘子太可怕了 眼花混沌 再现轮回 真乃逆天神圣器物 没有人能看清那里有什么 因为混沌弥漫 遮拦住了一切 除非是众同者 不然无人可看穿当中的景象 在战场中心 神秘男子吃惊 他从未想到过 有人可以抗衡的他的法器 这件东西一出 日月无光 山河崩坏 怎能抵御 今日这一战让他难以置信 对面的混沌中 那个重伤垂死的少年 目光轻亮 带着奇异之色 竟挡住了神盘 确切地说 是他发丝上的小塔 流淌晶莹光辉 散发混沌器 可抵这一脚残盘 那是什么东西 神宴中的男子目光中 赤霞滔天 若战争的火焰 腾向九重天 他整个人都爆发 磅礴战役 一向无敌的他 第一次露出金融 那座小塔是什么 为何从未听说过 怎能与他手中法器媲美 轰隆 混沌若浪败 在两者间激烈澎湃 不断对撞 两件宝具发光 形成一股可怕的漩涡 当中星光点点 不简单 超出我的预料 神秘男子自语 或许确切地说是 他对十号手中的宝具 生出了莫大的兴趣 那一双赤色的眸 孔射符纹光束 像是看到了 最好的猎物般 想要猎杀 甚至比看到 月蝉仙子时还振奋 你的盘子不错 十号也轻语 盯着那脚残盘 看来又看 既让小塔主动复苏 进行对抗 那件东西绝对逆天了 这还是小塔第一次如此 显然遇上了对手 五 看来你也是一个 有大造化的人 气韵惊天 连这种东西 都能得到神秘男子 看着他 没有急着出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十号问道 我在想 若是你的古塔 也落在我的手中 我是否会震骨硕精 早晚有一日 天上地下无敌呢 神秘男子自语 天地玄黄 宇宙洪荒 世间无极 大道无边 从来没有人敢说 自己天下无敌 也许每一遇 都有夺天地造化的主角 但是各遇若是碰撞 那就难以说 谁是第一了 每一个大遇 都无边无际 英杰被出 诸遇碰撞 那简直不可想象 我也觉得 你的盘子不错 送我算了 十号回应道 那就看一看 谁能赢神艳跳动 火光席卷高天 那神秘男子的掌心中 不断淌血 盘子晶莹透亮 上面不断有符号亮起 竟然比对抗玉石时 闪耀的纹落还多几根 这若是让人看到 一定会惊颤 这个盘子骨而斑驳 符纹密密麻麻 随着它亮起一小块区域 变得越发神秘莫测 宏大的气息澎湃 仿佛要让万灵重进轮回中 这东西是什么时代的遗物 十号心中震撼 若是没有小塔 它今日必然凶多吉少 单独大战的话 它无惧旁人 可是这等法器一出 别说是它 就是上古大能 见到都要眼红 若是交战也得避退 一层柔和的光运浮现 笼罩它的身体 小塔在它发丝上摆动 也在闪烁 符号一颗又一颗 像是大星点缀在上 这一次的碰撞 无声无息 但是外界很多人 却瘫软在地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见那里混沌汹涌 若骇浪般密集 不好 神宴中的少年 收走了小石 他有法器在手 在这里无敌 有人惊叹 做出这样的猜测 可惜了 小石何等的经验 能力敌众统者 最终胜出 弱势者在这里太遗憾了 一些人感觉可惜 双十精彩绝艳 他们的天赋 世间难寻 现在十号弱势不敌 人们不认为 他天分不行 他所欠缺的 肯定是逆天的法器 可是他又上哪里 去找混沌宝具 这种东西 不要说他一介少年 就是上古神魔来了 都要眼红 极度无比 在人界难以寻觅 特别是西方教 截天教等域外的大势力 都觉得可惜 十号威夷 在外遇人眼中 荒域代表了荒凉雨落后 是一个蛮荒谷地 不可能有神盘 那样的逆天宝具 事实上 混沌翻腾 两个少年 在当中激战不休 神宴中的男子 催动神盘 那一脚法器 散发璀璨公辉 像是要蔑视般 照耀出一道又一道 混沌剑气 这个景象 外界无人看到 若是被人得知 一定惊吓到发猛 在这个地方 竟然扫下混沌剑气 不要说什么 尊者法器 就是更厉害的宝具抵挡 也得成为积粉 混沌中的天地混乱了 萌萌一片 一切都不可见 然而 十号并未陨落 小塔垂落下万女思涛 将所有剑气都抵住 难以临近十号的肉身 他越发的古朴 与神秘莫测 怎么会这样 神秘男子 瞳孔急躁收缩 感觉事态很严重 他手中的无上至宝 竟遇到了对手 不见得能赢 刷 六色宝光飞舞 洒落而下 将十号那里化成六个小世界 而后开始轮转与碾压 就是一个尊者被这样罩住 也得在片刻间成为一团血物 根本承受不住 这是一种轮回之力 高深无匹 然而 小塔依旧化解掉了 土锐喷霞 宛若一个磨盘般 将六个小世界磨得虚淡 渐渐模糊 最后消失不见 好厉害 神秘男子自语 瞳孔中的光芒更惊人了 若刀芒般射出 十号放下心来 一寸高的小塔不次于人 绝对可以防住对方的攻击 现在没有什么可担忧的 小塔别光顾着防守 你也出击 将那盘子吃掉 实在不愿意要 收过来给我十号 窜度古塔出手 难得的是 小塔竟回应了他 声音很平静 但是却也有一种沉重 道 这东西了不得 我知道他 若吞掉一脚 另外五块碎片会出事的 到时候会与我不死不休 什么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十号吃惊 居然让小塔都忌惮 可见他得多么的恐怖 你最好还是不要了解 对你没好处小塔回应 而后便不再开口 是 那脚盘子再次发光 吸收祭品后 那纹络如珠网 有全面复苏的趋势 扩散出的波动 让这块地方不稳定 随时要崩开 不能乱来 若是让他复活 将是一场灾难 小塔轻语 颇为凝重 然后他轻轻一抖 一片混沌光飞出 化成一张封印条幅 落在那脚神盘上 轰 滔天波动席卷 宛若再重开天地 这个地方不稳 将发生灾难性后果 还好 小塔载证 飞出另一片符文 定住了虚空 让那里恢复宁静 不再有波动 神秘男子吃惊 他发现手中的盘子 从暴动漫漫归于寂静 不再汲取祭品 只有一层朦胧的光辉流淌 守护着他的肉身 那塔来历惊人 不能轻易招惹 这脚神盘 静也传音 告知神秘男子 这让他心头翻腾 厉害 神秘男子平静下来 冲着十号说道 而后又大声喊道 我不用神盘 与你一战这句话 传出了混沌物碍 让所有人都一阵 惊讨于这个结果 难道十号没有被情杀 人们都露出一色 神宴中的男子 不打算动用混沌法器 要徒手大战小时 这是要彻底让他服气吗 许多人都凛然 此人太自负了 享受双十这样的人 为手下 这得是多么的逆天 世间有几人敢如此 那就一战吧 十号说道 他身负重伤 脸色苍白 但是对方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跟御十一战时 被秩序神恋洞穿 看似无恙 其实伤了本源 轮回斩 神秘男子喝道 他动用极尽宝树 演化自己的道 恐怖无边 这是几种宝树的柔和 看不出来历 但可以肯定 其中必有太古凶兽的无上法 多半不止一族的神通 熔炼于异炉 景象恐怖 原始真拳 十号一大喝 他所走的路线完全相反 没有动用宝树 只用最原始的古文 推演到极尽 化腐朽未神奇 这一击 惊天动地 随着两者法器寂静 那混沌物矮被他们击穿 而后震散 两人露出真身 迅速对击 一冲而过 有鲜血洒落 两人一击过后 没有再对决 而是各斩手段 十号探出一只昆蓬爪 再次攫取到几团神道光源 那神秘男子亦是如此 有尊者冲来 也要继续分上一杯美羹 可是转眼间被震飞 神秘男子冷亨 屁腻四方 这个时候 月蝉仙子 魔女等也再次出手 都有收获 这 众人惊颤 这可是诸神留下的印记 神秘难测 得到一团光源就足矣 他们居然收获这么大 十号不想停留 转身就走 因为这次收获十分巨大 可以得到莫大的启迪 他驾驭虚空兽皮 转身冲向远方 同一时间 神秘男子 魔女 月蝉仙子等 也转身就逃 在场的尊者变色 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急速而行 轰 一股莫名的气息扩散 在那九天之上 就像是有一尊无上存在觉醒 宛若诸神归来 第401章神法 这种气息太强了 成群的修士被震翻 就像是一群蚂蚁落入大海中 在大浪滔天间颠簸 渺小无比 这是一种悚然而又无奈的事实 当这些强大的修士 发现自己在这里什么都不是的时候 心情可想而知 在那苍茫天穷上 一道强大的意志复苏 散发轰鸣声 那种精神力无远伏见 横扫一切 唯一庆幸的是 他没有大开杀戒 只是掀翻了所有人而已 震撼当场 这是什么 连尊者都发毛了 这是何等强大的力量 肯定是突破了此地的限制 超越了法则的禁骨 御主 一定是御主复苏了 有人脑子转得很快 猜到了问题的本质 御史都被杀 自然惊动了更高层次的存在 虚神界的意志 也有高低之分 御史之上还有御主 真正统御这片区域 无所不能 在这一界 他宛若神明 天空中灰蒙蒙 一道秩序法则 划破虚空 从苍穹上降落 那种光芒无比的耀眼 化成一道匹链 展向某一处 一 众人不知道是该震惊 还是庆幸 这法则太强大了 但却没有落在他们的身上 直冲神秘男子 离去的方向而去 此人虽然强大 但多半危矣 在这片世界中 御主等若诸神意志在现 他无所不在 无所不能 根本逃脱不了 那道匹链发光 如意到仙剑斩落 铿腔震耳 众人胆寒 不要说轻身体会 就是感应到那种波动 就已经发毛 尊者们皆惊颤 这种力量不要说在限制他们修为的虚神界 就是在外界中也承受不住 不愧是神法 诸神降下意志 惩罚敢于在这里作乱的人 这便是神法 这种劫难一现 一般情况下来说 很难活命 甚至可以说必死无疑 当 下一刻 血剑五步的场景没有出现 那一脚神盘腾起 挡住这一击 这一次他没有闪耀符文 自身平淡无波 但却抵住了皮链 众人一探 也唯有这等混沌法器 可以抵住神法 不然什么都要被灭 苍穹上 那股意志显然受到了震动 再次复苏 蓬勃出的气息 比刚才还要旺盛 若一座大火炉 在云层上方燃烧 在刺目的光滑中 击到锁链垂落而下 哗啦啦作响 旁若神经著成的宝链 要锁压犯人 请拿归案 神之锁链 这种东西居然真的出现了 有人惊叹 更多的人则是张口结舌 在上古年间 有这样的传说 生灵中的志强者 在虚神界作乱 被这样的锁链请走 据传 大凶罪犯会被送进 虚神界的牢狱中 将与无数的恐怖生灵作战 饱受磨难而终 疑 又挡住了 那一脚神盘发光 混沌气息一散 上面有神秘符号闪烁 最后竟组成一个字 射 这是在与御史对话吗 众人发呆 这件法器果然逆天 在与诸神遗留下的意志对话 强势到极点 这让御史射免火焰中的男子吗 有人这样猜测 御史无情而冷漠 与其说是一股意志 不如说是一种规则 只会严格执行当年的约定 多半不会妥协 果然 那几根锁链垂落 依旧朝着神秘男子而去 是要将他擒拿 哎呀 不好 遭驱逐了 刚才还在议论 以为置身事外的生灵 全都惊惧大叫 一缕缕黑气 从他们头上冒起 这些人被赶走 强行打出虚神剑 他们从几个月到几年不等 不允许再踏入虚神剑 唯有禁风期限过了为止 走 其他人再也不敢乱语 全都急速退去 事实上 有几人最快 压根就没有停留 那便是十号 魔女 月缠仙子 唯有倒霉的神秘男子被拦截 他们虽然也攫取神之印记 但并未被认定是凶手 轰 终于 波动在长空中爆发 几条锁链从云端上垂落 绑复神秘男子时 遭到了纳脚神盘的反击 爆发滔天光滑 这果然是一件逆天的神圣器物 这一界不能压制他 依旧可以散发原本的神威 混沌光洒落 那锁链都被震飞了出去 这让人震撼 高天上的意志显然怒了 居然连续被阻 他开始暴动 一股如海般的光团降落 化成一只巨大的手掌 向下抓来 走了 不与狱主对抗 不然即便离开这一狱 我在其他地方也进入不了虚神界了 神秘男子露出焦急之色 再也难以保持平静 他刺破胸膛 直接献祭 洒落下很多心头血 让混沌法器带着他离去 是 一道光柱自混沌盘飞出 击穿虚空 开辟出一条通道 他转身没入了进去 那脚法器轻轻一震 跟随进去 而后封住了入口 他们就这样消失了 留下点点连衣 看得众人震撼莫名 这是神机啊 所有人都心头惊呼 十号逃之夭夭 现在谁也没有他的速度快 一路穿行 横跨区域 他要赶回那片废墟中 因为他是从那里进入虚神界的 也得从那里离开 然而 他突然感觉大事不妙 那天空中的宏大意志 若海啸般 向着他卷来 要对他进行阵风 神阀冲他而来 要将他解决掉 关我什么事 我只是顺带捡了一些印记而已 他嘀咕 急速而顿 同时对小塔传音 让他出手 因为 刚才在逃离时 他见到了神秘男子的遭遇 正是那局神盘出手 才让其逃过一劫 五 让我出手 得拿天才地宝来交换小塔传音 很淡定 这 十号头疼外加很心疼 想动用一次小塔太不容易了 必须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献上神圣材料 当年 从混沌土到天神血泥等 哪一样不是天地其真 这家伙胃口太大了 好 那你动手吧 十号说道 你需要立时交纳神针 早先出手的机会 都被你耗用完了 小塔打倒 什么 十号瞪眼 而后立刻急了 他只在石国皇动用了一次 那个时候 分明还剩下一次半的机会 所谓的半次 是指小塔虽然吞食了天才地宝 却并不够出手一次 分明还差一次半 你怎么说没了 十号问道 刚才 我与那角混沌神盘交手 护住了你的肉身 自然是耗用掉了小塔打倒 这也算吗 十号发呆 他分明没有要求 那是小塔受刺激后 自己复苏并出手的 当然算 那混沌轮盘有今天的来历 我与他对峙 严格来说需要你贡献很多次 天才地宝才行 那所谓的一次半 根本不够小塔说道 你怎么不去抢劫 不就是吐了点雾碍 发出了几道光吗 跟他都没有碰撞 便耗用我一次半的机会 还说这远不够 十号愤闷 严格来说 就是你送上数十上百种 天才地宝 也才能让我与他对决一次 而且都是时间真正的吸针 并非烂于充数才行 你已经占到了天大的便宜 小塔一整言辞地说道 跟那破盘子对决 要耗掉上百次寻常意义的机会 十号发呆 睁大了眼睛 这小塔也太黑心了 这次就算了 无需你补偿 不过再想让我出手 多献些品质超绝的神针吧 小塔说道 你个坑货 十号气道 这家伙真是个坑货 想动用他一次 真是太麻烦了 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想到那个神秘男子 只要献上一些生灵祭品 就能动用那脚混沌法器 十号羡慕得不得了 比这坑货强多了 你看那神盘 再看你 同时宝具 品性的差距怎么这么大呢 小塔很严肃地说道 这个世界是平衡的 得到多少就要付出多少 那脚神盘之所以出手 只有两个可能 一是那少年曾助他脱困 二是那少年将来需要偿还 我也曾经助你多困 你咋不报答我 十号问道 但却有点心虚 小塔很平静 道 你如果愿意用将来赌 我可以考虑出手不知道何为 当十号听到他这样说 G00打了个冷战 庞扶这六合八荒都击灭了 一颗又一颗大型枯迹 整片苍羽都化成了死地 他立即摇头 每当小塔郑重说得到与付出时 他总会感觉到那种沉重 让他透不过气来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在瞬间 天穷上那一直降临了 御主探下大手 抓响十号 柳神 这已经不是魔力了 我要陨落了 十号大叫 在这一刻 他感觉到了一股恐怖的波动 再这样单的下去 他不是被毁灭在当场 就是要被捉走 无声无息 虚空站开 几条金银的柳枝贯穿而出 笼罩着混沌雾矮 抵住了高天上的遗址 而后 这里暴动 其他人站在远处看不清 没有人敢跟住他的路径而逃 躲避还来不及呢 故此看不真切 几根柳条绿莹莹 刺透了苍穹 轻轻浮动 与那道巨大的光团撞在一起 发出夺目的光 轰 这里像是发生了大溃灭 几根柳条流淌出璀璨的符号 化作一道绿光 冲上云霄 没入苍穹深处 像是画成了一道法指 十号震撼 看得目瞪口呆 人们看不清这边发生了什么 都想立刻逃离 不久后 这天地竟然宁静了 没有了波动 不见了秩序神殿 一片祥和与安宁 这让众人惊悍 发生了什么 怎么突然平静了 走了 没有人愿意停留 全部飞逃 今日 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太震撼了 人们新潮澎湃 需要回归现实世界去消化 半个时辰后 虚神界宁静无比 但是外界沸腾了 所有人都在议论所发生的事 甚至开启了一场大战 战场就是在魔灵湖 虚神界的战局刚一结束 这里便发生激战 一些神秘强者登门 攻克这一古老境地 什么 这强者齐聚 在抢众筒者的尸体 虚神界的是太金人了 整片荒域的生灵都在谈论 不可能平静 可就在这喧嚣之际 又发生了这等大事 这一战引发轰动 很多人赶去 特别是太古神山上的治强者 漠不动身 那十亿的肉身 绝对是无上宝体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得其肉身 比得到几种爵士大神通 都要强 实力达到尊者 这个级数以后 有一定的成功率 进行换血 甚至换肉身 这样的一具保体 可是重同加至尊骨啊 简直是价值无量 对于很多人来说 得到这具保体 就意味着有天下无敌的可能 第402章 神秘女子 摩灵湖内 喊杀震天 一头又一头大蜘蛛 跟小山似的 杀红了眼睛 而经大敌入侵 他们危在旦夕 谁也没有想到 一个太古传承下来的禁地 在今日遭遇了一场劫难 只因一具强大肉身 引来尊者觊觎 杀进去 你我的造化就在眼前 重同者加上至尊骨 若是在手 谁还可敌 这种嘶吼声 震动静地 那是尊者的咆哮 声音若惊雷般 让许多人灵魂瑟瑟发抖 经过虚神界一战后 人们见识到了 大师何等的精彩绝艳 两种天赋神通在身 震骨若惊 若非那小时太过妖孽 未来这天下间 有几人可制衡他 事实上 这一战早就爆发了 在虚神界双十大战 刚一落幕时 就有人前行而来 要夺取那具肉身 只不过遭遇了阻击 这里毕竟是魔珠一脉的阻地 有各种禁止 让入侵的强者受损严重 一直拖到更多的人赶来 轰 天崩地裂 各种法器飞舞 散发强大的波动 许多神殿遗迹等在爆碎 这里打翻了天 山门早已被毁掉了 一些尊者攻入 打开杀戒 许多大蜘蛛 叠血当场 到处都是尸体 不过魔珠一族的底蕴 十分强大 组阵复苏 构建出繁复的大阵 展出冲天的光 横扫外界大敌 可恨啊 魔灵狐之主是一个老者 他得到很多年 道横高深 亲手传了十亿很多大法 心中一直有些念头 想不到今日这么多人来抢 他从未想过十亿会输 竟被小时斩掉 落得这个结果 夺得众统者的肉身 自然是一场大造化 若是能与自己的精神契合 日后以此肉身修行 也许可以无敌天下 当然也伴随着莫大的凶险 动辄就会形神俱灭 毕竟患身体风险太大了 没有多少人敢这样做 魔灵狐之主 希望可以培养起十亿 不到万不得已 他不会夺这具无上宝体 可惜 今日十亿战死 没有了选择 这具肉身 引来外界尊者的际规 都是生命无多 或者自身有暗急的尊者 他们的前路早已断了 故此来此争夺 最主要的是 在虚神界观战 他们大受触动 重同家至尊骨 竟然可以那么强大 一位大蜘蛛在旁开口道 这对魔灵狐来说是一场劫难 若非守护大阵开启 这里阴晕争腾 宝气缭绕 符文密布 早已就屠灭了 即便如此 也有尊者杀了进来 毁灭一座又一座大阵 杀啊 鲜血流淌 人影纷飞 宝树惊天 轰 高空中 一张珠网出现 金银璀璨 点缀日月星辰 轰隆隆冥响 将一位入侵的尊者遮拢 而后开始炼化 不好 因为天神留下的残阵复苏 开始炼化我等 有人大叫 虽然宫进来了 但是却步步危机 这里毕竟是魔中一族的祖地 法阵套住法阵 符文交织着符文 后手太多了 当年这里发生过圣人大战 还有神战 在那样的浩劫中都没有毁掉 自然有其过人之处 虽然因为年久失修 因为法阵破损 但今日毕竟非是上古那些大能来攻 故此魔灵狐并未被灭掉道统 老蜘蛛 你敢 啊 网中的尊者大叫 浑身发光 通体冒火光 他被那交织起来的天神残网罩住后 根本走脱不了 被迅速炼化 开始焚烧 这 众人倒吸冷气 这也太恐怖了 有尊者将要陨落 扑 一道火光腾起 那里爆发出一股滔天的波动 一味真正的尊者炸碎 化成神力火光 熊熊燃烧个不停 这等级数的人物战死 影响甚大 让很多人都忌惮无比 魔灵狐果然不是一个善地 难以扫灭 浇出那具肉身 有人喝好 虽然有强大的修士死掉了 但是人们依旧不退 有些人更加疯狂 鲜血不时溅起 魔灵狐损失惨重 尊者来犯 且不是一股势力 注定要让此地血流成河 尽管有静止守护 但是魔珠一族 一损失惨重 照这样下去会被灭族 虽然来的不是上古大能 但现在的魔灵狐 也没有那个疾数的高手作证了 出现颓势 扑 扑 头颅滚落 鲜血冲天 魔灵狐被血水染红 弟子死伤惨重 被不断诛杀 当然 外界人也损失很大 各种经济法阵出现 外界又有尊者陨落 可以说这一战很惨烈的搏杀 杀出真火 很多人眼睛都红了 天空中 珠网密布 都是最强大的符号组成的 若一挂又一挂 那星河悬在苍穹 震杀四方 战斗越发的激烈 地上鲜血点点 浮尸众多 轰 一座悬空的古殿炸碎 预示着有强大的尊者 闯到禁区中心 在那高空上 有一座特别宏伟的中央天空 是魔灵湖最重要之地 所有的传承都在那里 而石屹的肉身 溢在此 咦 不好 那个女子是谁 有人惊呼 战场出现一个女子 迈步而行 那震文不能阻挡她的脚步 一步就是千百丈 穿行过流血的谷地 来到禁区中央 这个人是谁 连尊者都惊异 转身观看 更是有人出手 但是 这个女子很特别 缩地成寸 几个闪灭间 就避过了那些可怕的功法 没有宝树击中她 众人心中凛然 这个女子绝对强大 不是一般的人物 若想在这里有收获 这肯定是一个劲敌 她一身灰衣 大袖飘飘 遮住了傲人的身材 带着一股神秘气息 仔细观看 她的衣服非常古老 属于上古的样式 在当今这个年代 已经很少见 一头发丝披散 遮住了她银白的俏脸 难以看清真容 但是微风吹起 而后露出的小半容颜 也足以令人惊叹 那是一张如梦似幻的仙颜 虽非全貌 但可以料想 一定美丽到极致 也许只有月蝉仙子 魔女可以媲美 风吹开她的秀发 匆匆一撇肩 见到那双瞳孔 带着朦胧的水雾 偶尔流转出 一种岁月的力量 让人心颤 她迈步时 看起来不是很快 但是每一步落下 都是千百丈远 整片战场 似乎一下子变小了 让人震撼 这是缩地成寸 为上古大神通 有人瞇了眼睛 一些尊者看出 这绝非近似的神通 也非夸张地形容 而是真正的缩地成寸大神通 在世间显化 要知道 这种宝树运转到极致 快到难以想象 号称世间最快速度之一 足以与昆蓬急速并列 轰 一方大印落下 流动五色锐彩 垂落千条丝韬 这座宝印 画成一座巨大的神月 笼罩高天 镇压向那个女子 镇的印 有人惊呼 这可是一种强大的宝具 在宝印中非常有名 在古代时翻天印 镇地印等赫赫有名 交相辉印 然而那女子面对这大印压落 束手一样 掌心出现一个符号 直接托起那座宏伟的山月 将它震开 轰的一声 五色大月飞起 垂落下的锐光照亮天空 脱离战场 竟被抛飞了 虽非上古的镇地印 但也是难得的法器 可却被荡开了 这个女子好厉害 到底什么来历 许多人眉毛直跳 这引起了尊者的重视 是她 魔灵湖的主人老魔珠 瞳孔急咒收缩 认出那个女子 因为曾得到过详细禀告 时宜从上古圣院脱困而出时 魔灵湖的金珠尊者 曾亲眼看到一个神秘女子 跟住出来 根本就看不透 只是后来那女子失踪 不知所向 连大金珠都没有看清 她是怎样离开的 回到魔灵湖后 画出了样子 告知这一切 现在魔灵湖的主人见到 自然吃惊 她确信是那个女子来了 看样子神通惊世 难以揣测身前 轰 神明法阵落下 尽管残缺 但是那珠网依旧很强大 让人难以抗衡 然而这个女子身子十分柔韧 做出几个不可思议的动作 从大网的缝隙间穿了过去 那些上古法阵的符号 以及纹络 才刚刚接近 就被她提表的一层柔和光辉推开 生生化解掉了 女子一步迈出 灯灵那悬在苍穹上的中央天宫前 踩着玉石阶 就要进古殿 众人倒吸冷气 这女子太厉害了 如入无人之境 各方尊者来攻 虽然打进了魔灵湖 摧毁了很多宫阙 但现在还没有人能登上中央天宫 而她刚一到来 就做出了这种举动 实在是可怕至极 横穿战场 避开上古大阵 很快就到了目的地 是 宝光飞舞 法器乱冲 天空几乎沸腾 不光是魔灵湖的人 还有一些尊者出手 镇压那个女子 不让她得手 然而 她在天宫前 再次施展 缩地成寸神通 一会儿退 一会儿进 看得人眼花缭乱 踏出了大道轰鸣声 天啊 她没有触动符文 直接进阵了 走入中央天宫内 人们惊叹 她避过众人的功法 那些神光与法器等全部轰在天宫上 大阵复活后 反击群雄 拦住她 魔灵湖的老蜘蛛大吼 许多人上前 中央天宫内大乱 古阵复苏 更有祖气轰鸣 震动天地 这里即将成为一片截土 然而 这个女子太快了 看似轻盈迈步 但是一步落下 旁腐已斗转新衣 山河变幻 她来到一个普团前 那里有一个少年盘坐 皮肤晶莹 正是实意 只不过没有了精神波动 闭着眸子 一动不动 魔灵湖的主人亲自阻挡 但是却被女子一甩袍袖 若腾云驾雾般 横飞而起 落在了远处 惊得她目瞪口呆 很显然 对方修为比她强 就是不知道 真正达到了何等境界 这是一个看不透深浅的神秘女子 她大袖一展 十亿从蒲团上消失 而后她转身就走 一步千百丈 离开天宫 再一次迈步 则是树里之遥 横穿战场 第三步迈出 则出了山门 众人的法器 还有神通一起落下 全部集中向她的身体 不想放走她 这个女子没有理会 只管迈步 一身灰衣十分宽大 当她迈出第四步时 直接从众人眼前消失 所有宝具都击空 第403章 十四岁的王 太快了 不可思议 一群人震惊 这个女子到底什么来头 竟然横穿这样的战场 直接带走了十亿 不光是魔灵狐的人发呆 就是那些尊者一无言 魔灵狐的上古法阵 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不曾拦住这个女子的脚步 她如入无人之境 避过了所有沙发符文 外界的尊者不愤 他们一路赶来 开启大战 终是杀了进来 眼看就要成功 结果却被人截走 那无上宝体 快追啊 有人大叫 这样太离谱了 众人杀到这部田地 血洒魔灵狐 浮尸众多 结果半路上杀出 这样一个神秘女子 带走十亿的肉身 谁能甘心 许多道身影追去 进入苍茫大荒中 可是人影渺然 到哪里去寻 那个灰衣女子太快了 她一步迈出 日月山河都倒转 非人力可及 大袖飘飘 转眼间就消失在 地平线的尽头 大月无数 山峰此起彼伏 一些尊者驾驭宝具 若一道道流光 在各大山脉中穿行 便寻山穿 却没有任何踪迹 就这样没了 她离开魔灵狐 像是人间蒸发 不是我们不够快 而是她太快了 除非学得昆蓬法 只有那少数几种神通 可以比肩有人叹息 那些赶来的尊者 垂胸顿足 就这样被人摘了桃子 当真是不甘啊 当然 若说谁最郁闷 非魔灵狐众人莫属 十亿原本就是他们种子 被寄予莫大的希望 即便战死了 肉身也该归他们才对 可现在眼睁睁地看住 那女子带走十亿肉身 根本拦不住 一些人快气疯了 白白忙活一场 各方损失惨重 结果什么都没有得到 真是欲哭无泪 朱强寻觅 可是这片大荒 什么都没有 那慧衣女子早已离城而去 让众人无比的失落 啊 有一位老尊者大吼她 命不久矣 想不出一个未来 可却这般憋气 那是双石中的大石啊 举世难寻的无上肉身 就这么没了 另一位身体有暗急的老者 握紧拳头 可恨 该死 魔灵狐内 该族的诅咒声不断 愤恨那些老尊者 也对那神秘女子 无比仇视 到头来终究是一场空 众人都没有收获 不久后 外界尊者退走 魔灵狐众人 脸色铁青 差一点就被灭掉道统 却什么也没有得到 让他们情何以堪 很快 这一战的结果传了出去 各地哗然 虚神界大战刚落幕 魔灵狐便遭结 有这等尊者战发生 引发一场轩人大波 很多人十分后悔 不曾赶到现场 没有见到魔灵狐一战 实在是一场遗憾 荒域风波起伏 难以平静 因为这一系列事件 太害人了 举世皆惊 虚神界一战 双十分出胜负 震动世间 十一战死 十号登灵绝颠 成为荒域的 唯一少年至尊 什么是至尊 自然只有一个 无人可比 现在纵然是纯血生灵 也无法与之比肩 在那一战中 十号的表现 称得上神人附体 足以横推同龄人 在荒域这一代人中 难有对手 大事一事 小事横空 谁与争锋 这是人们的铠叹 不过若是跳出荒域呢 人们不敢确定了 毕竟双十大战后 又出现了 敢挑战御史的人 将来必有一场大风波 神级擂台将真正出现 各遇天骄大碰撞的 时代不远了 月缠仙子 魔女十分惊艳 也必将开始登场 足以僻逆同代中人 而后人们又想到 荒域将乱 心中更加难以平静 世间将起纷争 也许一段 十分可怕的岁月 要到来了 但参考历史 在这种年代 罪意产生绝代强者 所谓乱世出天骄 正是如此 外界纷纷扰扰 一片宣废 可惜了大使 不谈其品性 单是这等天资 就足以傲视古今 可却英年早逝 天度英才啊 这些风波 比人们想象的还要剧烈 各大教门都在议论 几大古国也都在谈论 只要有修饰的地方 口中的话题 必然离不开这些 小时真是厉害的离谱 战前有几人看好他 认为他先天不足 会被大使斩掉 结果如何 所有人都看走眼了 我听说 不仅那神秘男子 享受月蝉仙子 还曾听闻 小时也想将补天教的仙子 扛回他那所谓的村子 外界沸腾很多日 始终难以平静下来 可这一切 暂时与十号无关了 他回到了石村 精神进入肉身的沙纳 呲牙咧嘴 通体剧痛 将虚神界的伤痕 真实带入了肉身内 这种感觉很古怪 宛若肉身经历过 那样一场大战 受损极为严重 他几乎当场昏厥过去 尤其是回归后 他有些放松 在大战时 他已接近枯竭 现在自然难以动他一下 连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太棒了 小号胜了 石村的人在欢呼 充满喜悦 发自内心的 为他感到高兴 不能睡十号咬牙 强提精神来 这一战十分凶险 他遇上了绝世大敌 差点陨落 但收获也是巨大的 他让自己清醒 并取出的自 昆蓬巢的那个蒲团 盘坐在上 开始认真回忆 这一战的点点滴滴 生死相拼 势均力敌 这种决战 在平日根本遇不到 这是他出世以来 最为艰难的一战 他要认真体会 慢慢感悟 石村众人了解到 石浩的状况 停止庆祝 给他创造了一个 宁静的环境 等他站起 就这样 石浩陷入到一种 奇妙的状态 沉浸在一种 深层次的领悟中 眉心不断发光 体表出现各种纹落 偶尔他会醒来 取出猴儿酒 饮上那么一杯 滋养己身 治疗伤体 他伤得很重 在悟道中恢复己身 让自己处在一种 奇异的复苏状态中 整整一个月 石浩都悟道 而伤体也足足 用了一个月才痊愈 当最终醒来时 他站起身 发现明文镜 已经圆满 真正走到了尽头 实力再次提升一大截 我悟道一个月 疗伤也用了一个月 石浩吃惊 这次大战伤了本源 损耗太大了 不过这种生死大决战 蕴藏有大造化 他在这一个月的 悟道中得到了很多 只可依惠不可言传 对他日后的修行 十分有益 不说其他 单是一个月内 从明文镜后期 提升到圆满镜 这就是一个 骇人修行速度 足以震动四方 啊 浩书醒了 一个小屁孩跑来 高兴地叫了起来 太好了 小浩无恙 现在恢复了过来 村内顿时热闹无比 所有族人都赶到近前 全都尝出一口气 露出笑容 我没事 让你们担忧了 十号很开心 族人的关心 亲人的在乎 让他心头热乎乎 这一场大战 震动荒域 直到这一刻 十号才真正放松下来 族人都很高兴 就在夜晚中围住篝火庆祝 各种野味或被烤熟 或被煮得烂透 香气诱人 还有喝酒的芬芳 飘出很远 村中热热闹闹 十分的喜悦 宛若在过节一般 十号在村中住了下来 没有离去 因为他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做 要体会神之印记 那几道光源被收在体内 毫无疑问 这种东西十分逆天 十号为了更加稳妥的悟导 放下了一切 沉浸在当中 整个人都快与外界隔绝了 这些印记 真是得来得太及时了 半个月后 十号自语 有了惊人的收获 这能促使他突破明文极境 他现在处在明文圆满境 想要突破前人的路 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还有什么 比观摩诸神的印记 更适合呢 这些印记是残缺的 并不完整 极其深奥 在这个境界难以彻底领悟 但是这是一种参考 能悟透的部分 可以给他无尽的启迪 原来是这样啊 每日间他都有所收获 体内神西画顶 画炉 画中 不断的变换 最终真正开始画昆蓬 他再次开始挑战 过去不能完成的事 这若是让外人看到 一定会惊吓一跳 连王侯中的经验者 都没有几人 可以触摸这种 画神西 为各种道夫的领域 而现在 十号居然再次升华 于体内推演 造化出昆蓬型的神西 虽然不多 但是却可以让他的攻击力 急速提升 日复一日 十号回到村中 一晃就过去了大半年 他已经十四岁多了 终是彻底突破寂静 踏出了明文静的范畴 超越固有的路 他认真检验 发现战力的确飙升 让他自己都一阵吃惊 目前无论是对上谁 在明文静内 他都有信心可以横推 数日后 他通体发光 浑身灿烂 开始超越明文静 因为没有必要 再耽搁下去了 晋升下一个大境界中 轰得一声巨响 他踏足进另一片天地中 至此 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王侯 确切地说 他可以封王了 一个十四岁的王 若是传出去 必将震惊天下 不说古来仅有 但是绝对世间罕见 在这个年龄 就站在了这个高度 可以傲视同龄人 第404章列阵 班穴 洞天 化灵 明文四个境界 对很多生灵来说 就是全部了 因为即便他们 用一声去追寻 也难以突破 这像是四座大山 一山比一山高 越是向前走 道路越艰难 犹如一条客栽在 崖壁上的小路 难于上青天 特别是人族 修行十分不易 若非古代鲜明斩荆棘 模仿他族原始符文 很可能都没有现在的路 显然 这条路充满险祖 那是用邪与汉筑成的 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开拓 终是有越来越宽阔 对于人族修饰来说 四大境几乎代表了全部 想要突破这个范畴 谈何容易 用一生去冲击 也只是在路上 十四岁 破境第五大境界 这是何其不可思议 最起码在人族中已算是壮举 传出去会震撼天下 猎阵 一个极其炫耀的大境界 能够走到这一步 大多人都已青春不在 年华流逝 哪还有什么少年 十号站在一座高峰上 眺望无垠的大地 山脉葱裕 虫栏叠杖 这山河十分壮阔 但是却难以阻挡他的思绪 终于再次进阶 而今在荒域中 他绝对算是一个强者 无论在哪一族中都如是 十四岁封王 名副其实的少年至尊 没有一点水分 放眼大慌 很难再找出第二个人 明文静后期 个别佼佼者便可成就王侯 十号脱离这一境 步入更高的层次 自然可去掉侯字 真正封王 列阵 这一境界很特别 十分繁复奥妙 每一个人最终所获都不相同 真正名物透彻者 才能崛起十号字语 越是了解 越觉得修行不易 踏入这一境界后 他深刻体会到了前路的艰难 如果说明文静是模仿其他种族 在体内刻下符文 并可以初步推演法 那么列阵就是更高层次的进化 真正的利用起这些纹络 列阵 便是在体内刻阵 那是什么概念 与前一个境界的战斗力对比的话 无疑是飙升 真敢在体内刻下繁复大阵的生灵并没有多少 所进行的皆是种族传承 是固有的安全法阵 缺少逆天级的独创 列阵 这一境界是一个分水岭 不少人仅是刻下一些简单的宝树法阵 就算成功了 只有极少数一部分人再次进升华 组合出无尽杀法法阵 到了那个时候 战斗力将是天地之差 故此 同在列阵镜 最终的镜头 差距十分巨大 刘神说 真正懂列阵的生灵不多 什么才是列阵 那是一种开创 一向壮举 绝非简单地在体内刻阵 十号轻语 认真思量 随后 他跃下山峰 向石村走去 刚突破列阵镜 他并未急匆匆地去修行 而是很放松 浩叔 你回来了 一个还在流鼻涕的小孩子 屁颠屁颠地跑来 现在 十号绝对是 村中孩子最喜欢的人 因为 他可以带着一群小家伙 漫山遍野地跑 进入大荒深处 去掏凶情的窝 去捉一众的幼崽 吱吱 墙头上 一只紫色的小松鼠 叫个不停 眉心声有一只树眼 汪 不远处 三只闪电犬 化成金光 快速跑来 虽然才只有半米长 但速度惊人 缭绕着电弧 半空中 更是传来秦明英 赤羽鹤 铺棱住翅膀 还不会飞行 从支插上 向下滑行而来 缭绕霞光 大半年前 十号曾带着一群孩子 进山 带回来这些一种 都成长得不错 可以想象 将来真有可能会出现 一只凶情猛兽军团 浩叔 我们啥时候在进山啊 有孩子问道 特别想去大荒中转悠 对于他们来说 那些神秘的兄弟 有太多诱惑 不仅有老药与邻国采摘 还可能会得到一些凶兽幼崽 你们抓紧时间修行 谁进不快 我就带谁进山 十号笑着说道 他为一些孩子讲解 修行之法 认真指点大半日 直到吃饭时 这群活泼的小家伙才散去 空中 传来秦明声 几只庞大的凶情降落 带着强烈的钢锋 正是大鹏 紫云 小青 是青灵鹰的后代 不过 他们早已变异 血脉强大 能有这种变化 与柳神分不开 三头一情 自幼就生活在柳树下 越发的神异 开启了祖先的血脉传承 紫云 你们要记得仔细 我教你们一些东西 十号说道 三头一情也算是长大了 本领颇强 但是十号却认为 他们还是没有得到 太古魔晴 青天鹏的终极传承 要为他们补法 他最初的宝树 就是从三头幼鸟身上得到的 受到了莫大的启发 现在该报答他们了 青天鹏与金池大鹏一般 属于昆鹏后代中 最强悍的存在 十号现在拥有昆鹏法 自可以剥离出 适合紫云他们的法 这是祖先的法 紫云他们发呆 而后无比的激动 尽管血脉复苏 但传承只剩下碎片 早已不全 可现在却见到了 这种惊世的东西 一连数日 十号不断讲解 将剥离出的魔情传承分解 一一烙印进他们的心中 让他们慢慢去领悟 最后 青灵鹏大神也回来了 认真聆听 感悟颇深 开始闭关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十号一边自己修行 一边为孩子们讲道 并且将从外界 带回来的宝具等 分给了族人 芝芝 一道金光窜来 毛球回归 此外还有大红鸟 与二秃子 这三人组神出鬼没 能见到他们 真的很不易 因为整日扎在大荒中 在寻找至尊神藏 十号想起了一件事 热切地盯着毛球 自从在火族 祖地小红鸟那里的溪 山宝落入朱燕的手中 他心头一直火热 毛球 你将山宝放在了哪里 他眼神热啦啦 观察毛球体内的状况 结果发下这家伙 破碎的纹落再生了一些 可却并没有其他东西 毛球很好奇 表示不解 最后 十号带着他 在经那十万里寂静的 当年寸草不生 一片枯寂 而今早已草木丰盛 再现生机 这是一个前河的大湖 至今都没有水泽 十号顺利回到这里 仔细寻找 湖底有个窟窿 当年毛球就是被埋在这里 十号刚一来到这里就大吃一惊 因为有人再次翻找过 湖底前硬的泥层被掘开了 痕迹明显 地层深处都被掏空了 毛球吱吱大叫 而后猛力抓自己的毛发 像是想起了什么 传出神念 道 我有东西藏在这里 不见了 坏了 被人截足先登 十号心头一沉 吼 毛球发怒虽然只有拳头大 但是散发出一股十分强烈的波动 金色毛发稻树 火眼金金 射出两道光束 最为令人吃惊的是 他竟然生出了三头六臂 体内骨骼伸展 响个不停 啊 毛球大叫怒不可遏 十号发呆 而后露出喜色 毛球要恢复了吗 竟展露出这种大神通 仔细凝望 他体内破碎的符纹修复了一片 朱燕宝树 三头六臂神通 在这里没有什么收获 十号回到了石村 仔细研究毛球 他依旧没有记起过去 但是战力却飙升了一截 毛球 叫我宝树 十号并未因山宝的事 影响到心情 反而很期待 不错 朱燕的体数 绝对是最顶级的法门 柳神开口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里 十号认真揣摩 仔细钻研 将毛球那片恢复过来的符文 记在心中 开始参悟 不说其他 单只三头六臂这一神通出世 就足以震动荒域 这一宝树十分强大 当年上古大能都十分眼红 可惜 毛球终究是没有复原 十号只得到了部分朱燕法 但仅这部分而已 就比太古一种的宝树 强很多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十号认真修行 在石村中常住 偶尔会带着孩子们进山 去采摘宝药 进行狩猎 在此期间 他修成了朱燕法 又多了一门神通 毛球 我早晚帮你复原 让你在线全部神威 十号说道 时间流逝 转眼间又过了两个月 十号快十五岁了 夯实了根基 实力稳中有声 所得的几种神通 都被推演到极致 号书 这是什么拳法 一个小屁孩问道 闪电拳 十号达到 为他们讲解 认真传道 这是从闪电拳体内 摸索出的符文 传授给的孩子们 可惜 这种法对他用处不大 最后被融合进 酸泥宝树中 增强了一些闪电威能 村头 柳树粗大 八十一根柳条发光 绿银银 垂落下来 很是朦胧 并有混沌器流转 在树下 十号盘坐 他闭着毛子 神游太虚 在研究一张兽皮 那是在虚神界得到的东西 上面不仅有圣人剑椅 还有一个密封的小世界 他想开启 研究个透彻 忽然 柳树摇动 散发出的混沌器更浓了 一下子笼罩了此地 并且传音 荒域大乱不原意 什么 十号睁开眼睛 他最近一直盘坐树下 忘记了时间的流逝 突然得到这个消息 十分震惊 这一天终于要来了吗